作词 李宗盛 西方雀子 主位同修 及网路前的同修 大家晚上好 阿弥陀佛 我们今天接着 再来学习西方雀子 请大家翻开课本 第37页 倒数第三行 倒数第三行看起 诸地址 遇照相供养 请示法相 菩萨曰 诸地址遇照相供养 积臣已久 何当显示 但如尘劳中 我妙名内 即今显现 如等不能见也 又我随机感化 身相不一 今但从本起修 可化作大笔秋相 面如满月 形体风围 左加沙 坐连发上 左手自欺 右手坐说法相 眉间放白毫光 光中有阿弥陀佛 结家夫作 要须庄严相好 不得潦草 诸人文语 皆拱立思维 如是法相 那么这个一段是 跟随杰明妙行菩萨 学习的众弟子 那么他这个是 扶姬的 那么借人的身体 来讲话 所以大家没有看到 这个菩萨 他的法相 那么大家想造个相来供养 就请示菩萨 这个法相要怎么来造 来造这个相 画这个相 那么菩萨就回答了 就是诸弟子 欲照相供养 基层已久 就是大家呢 有这个心 要造菩萨的相 要造菩萨的相来供养 那么这个心 鸡就是累积 这个时间很长久了 大家都有这个诚心 要来供养菩萨 他的相 供养菩萨的法相 何当显示 就是说 这个何就是应当 大家这么有诚意 要供养菩萨的法相 应当要显示 给大家来供养 但鲁尘劳中 我妙名类 就是这些弟子 都是尘劳当中之人 这个尘劳 就是还在六道 里面的凡夫 那么我妙名 他已经是菩萨了 所以我现在呢 要显出我 这个菩萨的法相 那么你们也见不到 就在你们眼前 你们也见不到 因为凡夫嘛 见不到菩萨 菩萨呢 可以见到凡夫 凡夫见不到菩萨 又我随机感化 身相不一 随机啊 就是菩萨 他也没有一定的身相 随各种不同众生的根基 他来硬化 就像普门品啊 观世音菩萨 三十二应身 应以什么身得度 菩萨他就献什么身 而未缩法 那么众生 根基不一样 就是同一个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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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不一样 菩萨呢 硬化 这个身相也不同 所以 现身就不一了 这个像很多了 随机 随机 显现 没有一定的身相 那应以什么身得度 菩萨他就献什么身 在什么时候 什么对象 众生需要什么样的身 菩萨他就应众生的根基 来化现 所以没有一定的身相 金旦从本起修 可化作大比丘相 从本起修 就是从本来 他开始修行 就是他往生 那个时候 这个前面 我们都有看到 这是出家人 大比丘相 他可以 画这个像 那么这个像 要面如满月 面如满月 就像我们现在 画这个佛像 佛的三十二相 八十种好 就是他很圆满的 像满月一样 没有切线 所以画佛像 这个是比较标准 不能画个 瘦瘦尖尖的 下巴尖尖的 这个 就不合乎这个规格 当然菩萨呢 硬化身 他什么像他都可以线 乞丐的像 他也可以线 大富大规人家的像 他也可以线 但是呢 从菩萨这个本啊 本就是他的根本 是面如满月 形体风味 这是表法 为什么呢 因为每一个像啊 都有他的因果 都有他的因果 那么如果你要 表法 这个佛菩萨呢 像啊 一定要把这个 福费 这个佛是 两族尊 福报 智慧 他都 圆满了 所以要画 圆满像 画这个圆满像 也是在 说法 每一个像 有他的因果 修什么因 他会得 这个像 着佳沙 做莲花上 那么 左手自欺 右手 做说法像 这个我们看 有佛像啊 这个左手啊 放在这个 膝盖上 那么 右手啊 比一个手势 就是说法 那么每一间 放白毫光 这个 光中有 阿弥陀佛 结佳福作 那么一般啊 那个 画像 或者照相啊 就是 这个 顶上啊 都有画个佛像 像观音菩萨呢 他这个 这个 头冠这个地方 外尊 画佛 那么这个 也是一样的 要需 庄严像 不得潦草 有画佛菩萨的像啊 要合乎 照相 度量经 这个规格 就不可以 随便画 那么现在呢 这个 真正 懂得 画佛像的人 也不多 照佛像 画佛像 如果你不是 请一个 学佛的人啊 往往 画的 变成 人像 为什么会 画成人像呢 因为他 会凭他 自己的想法 他这个 佛呢 手 佛菩萨 那个手 膝盖 手都过膝盖 他看到人啊 人没有 没有一个过膝盖的 都都在膝盖上 所以他就画人 短一点 那耳朵也没那么长啊 看到人的耳朵 没那么长啊 就画 短一点 也没有那么 那么胖啊 画短 画瘦一点 那画到最后呢 就不是画佛像了 我记得 十几年前 我们陈永信基士 请着画家 画一尊佛像 花了四万块台币 那陈基士 一直要我去 拿给老上看 老上说 这个是人像 不是佛像 后来这个陈基士讲 老上说是人像 就是那个画家呢 他不懂画佛像的规格 都凭他自己的想象 这个我都看过 那么画像照相 要照相度量经 在大上经有一部经 照相度量经 要依照那个规格 不能用我们凡夫的想法 看法来画 那就不是画佛像 那是画人像 那么诸人文理 皆拱立思维 如是法像 大家呢 听了菩萨 开示之后 大家就站在那里 拱就是 这个 很恭敬的 站在那里 思维 菩萨讲的这个法像 大家呢 接下来 怎么去照 菩萨乃言 诸弟子 人人有个绝名妙行 不挤不离 在乳诸人摸索不着处 时时出现 即今明白 更不需色相供养 愿见于他日也 那么这个一段菩萨的开示 就讲真话 讲真话 为什么呢 不管什么像 金刚经 佛给我们讲 凡所有相 其实是希望 那么这个 佛像 众生像 不管什么像 那都是希望的 都是妄想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像 我们根据这个像 见到那个性 是这个作用 所以人人有个 绝名妙行 绝名妙行是每一个人都有 不挤不离 就在我们眼前 但是我们不知道 在乳诸人摸索不着处 因为呢 他无相 无不相 你捉摸不到 时时出现 就是从来没有 不在的 无所不在的 其间明白 明白就是你真正 误入了 明白了 那就不需要再供养 什么像了 因为呢 你见到十像了 那这个像 就是大家都有 都一样 都平等的 那么我们照这个像 也是根据这个像 所以金刚经讲 若见诸相 非相 极见如来 那么 觉悟的人 开悟的人 他都见到十像 他都见到十像 那么不觉悟 那么见到的像 都是希望像 他是见到像 没有见到性 所以明心见性 见性成佛 见到自己的自性 就成佛了 那菩萨呢 这一段的开示 那么就是 直接指出 每个人 都有洁明妙性 不是他有 不是别人没有 你照菩萨的像 不是菩萨 才有杰明妙性 那么 其他的人没有 是每个人都有 这个是叫我们 回头 去见自己的自性 所以 愿见于他日也 我们再看 下面这一段 沙定宏 因上直 欲弃家为生 菩萨曰 如且莫妄想事事 事事如做不得 如但正心以至心 正生以至身 断无益之事 绝无益之有 归心大绝 愿出迷途 一笔红坡 知我 臭土 精求家辟 欲出障言 如向来奇寿宝身 当助力于此 物多言也 这个是 这个是 扎定宏 因上直 就是 儿子死了 儿子死了 那么我们 世间人 这个白头发 送黑头发 这个也是很悲哀的事情 那么 因为呢 儿子死了 他就 想要 弃家为生 就想要出家了 出家 那么 菩萨曰 如且莫妄想事事 事事如做不得 菩萨跟他讲真话 所以你就不要 打妄想 要出家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啊 你做不得 你没办法 那么这个 出家为生 在过去的时代呢 那是很不容易 在佛陀的时代啊 反正要出家呢 佛都会 命这个弟子啊 用神通 观察他五百世 有没有善根 有善根啊 才可以给他剔毒 没有善根 不能给他剔毒 所以在佛陀时代啊 出家也是有条件的 那么佛教传到中国来啊 过去呢 这个是政府 在管理的 试验 深重 要经过国家的考试 四出四间法都要通达 才能够出家 政府啊 政府啊 才发一个度碟 让你去剔毒 如果 没有通过考试 那不能随便去出家的 那么这个制度呢 到清朝顺治房地 那个时候才会除 因为顺住房地啊 自己出家了 他觉得出家是好事啊 何必给人家限制那么多 那么在当时呢 似乎是好事 但是后来啊 印光祖师也 批评这个事情 后来啊 流弊一直出现 那么出家种啊 这个素质越来越降低 那么到后来啊 流氓地痞 通通可以出家啊 欠人家的钱啊 那没办法还 那就出家了啊 所以现在这个出家呢 这个素质一直下降啊 那么出家 出家这一个形象啊 不好啊 会给世贿大众啊 误会了佛教 这个关键呢 非常之大 所以我们敬老和尚啊 常讲啊 说出家这一个饭 是很不好吃的 不容易 那么这个是真正啊 知道出家啊 他的条件啊 他的任务 实在讲啊 如果 没有那个因缘 做在家 做在家居士 反而啊 会比较 没有障碍 所以这个 菩萨也是 劝这个 扎定侯啊 说你就 不要这个念头了 劝他不要这个念头 说如但正心 以至心 用正心来 至自己这个心 以正身来 至这个身 断无益之事 无益就是没有 利益的事情啊 那就断绝 不要去做 绝无益之有 那么这个朋友啊 如果没有 利益 这个利益呢 不是说 哎呀 我们跟这个朋友 他能够帮我们赚钱啊 这个有利益啊 这个没有赚钱 就没有利益 不是这个 以示 这个意啊 就是 有益我们身心修养的 那么现在呢 就是我们敬老和尚常讲啊 这个学地纸规啦 学传统文化 这些真正修得好的老师 我们可以跟他交朋友 因为跟他交朋友呢 对我们有帮助 对我们修行啊 有帮助 那么没有帮助的这些朋友啊 我们就 敬而远之啦 你就不要跟他交往 跟他交往啊 对你 没有帮助 反而有损害 所以绝无益之有 归心大绝 怨出谜途 这是归佛门 怨出谜途啊 就是 要开悟啦 解悟 学佛啊 就学个解悟 一笔 红坡 知我 躁土 那么这个意就是 有余的地方啊 把它拿出来 补充不足 这个意思 这个 不要交这个 没有 利益的 朋友 不要做 没有利益的事情 这样啊 教 有益之有 做 有益之事 那么这个就 对我们有帮助 经求佳辟 求佛菩萨加持 欺诸障眼 欺啊 就是欺除 各种障碍的因缘 土向来 其受保身 就是你 一向啊 就是祈求长寿 要保养这个身体 当助力以此 物多远远 就是注意 利益 就是努力 在这方面 去做 就不要多说了 那么菩萨给他开示 他想要出家 菩萨给他开示 这一段话 那么这个也是 给我们一个 很好的 一个例子 的确出家 是不容易的事情 所以现在 这个佛门里面啊 出家众 就不多了 特别年轻的出家众 也是非常少 那么现在 如果说 有人要出家 年轻人要出家 找到我啊 我实在压力会很大 你说 我又没有深通 去观察 他过去式的善根 他到底 善根有多深 不知道 那么现在 这个花花世界 他来出家啦 他能不能 抵挡的 这个 花花世界的诱惑呢 有没有办法 那那么 我也没有能力 去教他 也没有能力 没有时间 去照顾他 你给他收了 那怎么办 如果说年轻人要出家 我是 比那个 八十岁要出家的 压力还大 八十岁我就比较不怕 因为 他该玩的都玩过了 该享受的也享受过了 差不多了啦 又老了 他就没有什么 大概啊 那个 也都快要往生了嘛 那些来的 老实念头 求生净土啦 我也就不用去担心他 这些事情 所以现在呢 我收出家 大概六十以上的 还可以 六十以上 可能要 再过一段时间 要增加到七十岁 七十岁就差不多了吧 你该玩都玩过了嘛 如果二三十岁 看到电脑 你会不动心吗 那我又没有时间 一天到晚盯着他 你说 他来出家 他能出家多久 这个 很难意料 除非我们有神通啊 可以观察他 过去世啊 有深厚的善根 那个是可以 不然啊 很难 所以我现在呢 大部分是欠老的人出家 这个六十以上的 欠老的 因为老的呢 已经经历过 酸甜苦辣了 人间该享受的 他都享受过了 那么像我出家呢 我是比较特殊一点 因为我是没有很老出家 我是十几岁想出家 然后我父亲不肯 我听了十五年啊 三十四岁 我父亲 往生满期 那天牢上就要出家 所以这个 也是因缘不同 所以 现在这个时代啊 真的很不容易 那么下面呢 这个是扎定红 又请教菩萨 定红乃 问奉教词金刚经 但诸自去有不同者 当宠何本 得无差谬 菩萨曰金刚波尔波罗密 七字 并无差谬 这个扎定红 听了菩萨这番开始 他就接着请问菩萨 这个奉教 那么他 菩萨呢 叫他持金刚经 持金刚经 那么他是金刚经啊 很多种版本啊 诸自聚有不同者 这个 江卫龙老居士 金刚经讲义啊 他把历朝历代 所有金刚经的版本 他做了一番整理 那么哪一个版本 哪一个藏经的版本 不同的 他都找出来 那么这个 是明朝时代 那么江卫龙老居士 是民国时代的 那么我们现在 如果去看这个 江卫龙老居士 他给我们整理的金刚经啊 那么 这个版本 这个版本不同的 字不一样的 这个问题啊 我们就可以解决了 所以我们 扎定弘 请问菩萨 金刚经那个字迹 不同 版本不一样 那要依哪一本 他的意思就是这样 要依哪一本为标准 才没有错误 那菩萨就给他回答了 说金刚波罗 波罗蜜 这七个字呢 并没有错误 这七个字没有错误 这是经题 这个经啊 没有错误 那么一部金刚经啊 就是讲 波罗 波罗蜜 波罗就是自性的 智慧 你明心见性啊 那就是波罗蜜 波罗蜜是印度化 翻成中文意思是 道彼岸 道家的意思 我们一般讲 功夫道家啦 什么叫道家呢 学佛什么叫道家呢 你见到你自己的自性 就叫道家了 就叫波罗蜜啦 开启自性的波罗智慧啦 《心经》里面讲啊 照见五印皆空啦 度一切苦恶 就到家啦 《波罗波罗蜜多心经》 跟《金刚经》 同样是《波罗部》 那么《金刚经》 对我们修学 任何一个法门啊 都有它的需要 《金刚经》啊 破我们执着的 我们执着呢 这个修净土啊 不用破到那么深 就是浅一点的 那么对我们减轻执着呢 那这样啊 我们往生西方啊 就很大的帮助啦 因为往生西方啊 重点也是放下 放下 那么我们放不下呢 因为就是对这个宇宙人生的真相啊 没有看破 那么《金刚经》啊 如果我们在这个当中啊 能够体会到一点啊 对我们看破放下呢 那就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这个姜卫龙老基士啊 他是教宗般若 行在迷途 他一生啊 真攻《金刚经》 但是他是念佛求生西方的 《金刚经》啊 有很多记者啊 那个经过江老基士的讲解 那么我们看了 真的会很有受用 那么此地菩萨呢 也是教这个扎定弘啊 奉持这个《金刚经》啊 那么他问这个版本的问题啊 菩萨给他回答 这个《金刚波罗波罗蜜》七个字啦 这个是绝对没有错的 这个是给他开示啊 抓住这个《金刚波罗波罗蜜》 这七个字了 那就不会错了 不管哪一个版本 你只要抓住这个 就对了 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 神天余有急 四共求是 菩萨曰 如今有急 尚未及时 当习诸千雷 安心端坐 念身无常 念事无常 所有望远一切放下 徐徐 徐徐念一句阿弥陀佛 自然六成不生 一心清净 不为一如今生之急 即生死病根 亦从此拔出鱼 到这里是一段 那么这个一段是一位神天余 即是有疾病 他有病 那么有病了 他就设供求是 设就是摆设这个供养 那求菩萨来开示 开示什么呢 开始看有什么好的药荒啊 来治他的病 当然菩萨知道他的用意了 菩萨曰 菩萨就给他开示 如今有急 尚未及时 说你现在呢 有这个身体有这个疾病 但是呢 还不至于马上就死了 尚未及时就还不至于 马上就死掉 那么当习诸千蕾 当就应当了 你现在有疾病啊 习就是止习 止习诸千蕾 千是牵挂 蕾是累赘 就是你把这个心理上啊 这些牵挂的事情 累赘的事情 把它放下 就是我们一般讲啊 放下万言 这些通生放下 那么这一句是重点 这一句是重点 如果放不下 那么这个病啊 就很难治 如果我们真的能放下万言啊 放下身心世界 再严重的病都能治 这也是真的 所以当习诸五千蕾 真正彻底放下 放下身心世界 安心端坐 这个怎么安心呢 心怎么样才会安呢 放下就安了 这些放不下呢 那怎么 怎么安也安不住 心为什么不安呢 没放下 放下呢 它自然就安了 所以安心端坐 这个端坐呢 是表示定的意思 因为行住坐卧啊 这个坐姿呢 表示说坐在那边啊 就是人身体啊 定在那个地方 是用这个表法 如果你这个心不安呢 人端坐那边 心里还是胡思乱想 那这个不是 这里讲的意思 这个就不是安心端坐了 身体是端坐在那里 但是心里是胡思乱想 心并没有安 所以要安心端坐 那么你能够真正安心 那你身有没有端坐 都没有关系 你真正坐到安心啊 行住坐卧都叫端坐 要懂这个意思 如果你这个心没有安啊 你坐在那边 摆个样子 其实心里啊乱七八糟的 心根本就不安 甚至在那边端坐 根本就没有安心 那个不是真正的端坐 所以安心端坐 这个意思要明白 你真正安心了 那么行住坐卧都叫端坐 所以六祝会能大师教人坐 他不是叫你坐在那边 眼观鼻鼻观心 不是这样 他主要叫你安那个心 那么你安心端坐 这个心安定下来了 习诸千蕾 心定下来了 心定下来呢 那么你才能 起观照 这个念身无常 念是无常 这个念啊 就是观念 你的念头观念 念什么呢 念这个身是无常的 为什么身是无常呢 身 有身就必有死 有身就有灭 所以它是一个无常的 不是永恒的 是无常的 念是无常 是这个世间 时间也是无常的 时间一分一秒 一直过去 也是一个生面向 所以金刚经讲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那个就是念是无常 三心不可得 你讲过去 过去已经过去了 不可得 你说现在 现在马上过去了 现在也不存在 未来未来还没有到 所以三心不可得 这个过去现在 未来讲是 就是讲时间 这无常啊 刹那生命 所有望远 一切放下 那这一句是 关键 望远就是 希望的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切 人事物 因缘合合的 产生的现象 不管是善 或者恶 通通是 虚妄的 一个 结合 这个叫妄言 那么这些呢 通通不要放在心上 一切放下 那么你这样一切放下 许许念一句 阿弥陀佛 真的放下 万言 就是 许许就是 不急不凡 就是念这句 阿弥陀佛 这样啊 一天到晚 就是这句佛号 不急不凡的 一直念下去 这样念啊 自然六成不生 一心清静 自然啊 这个六成不生 一心清静 心清静了 不为 欲如今生之急 他说不但啊 可以治好你 现在这一身的疾病 即生死病根 亦从此拔除 连这个生老病死 这个生死的病根啊 这样念佛 就连根拔除了 那个生死的病根 都拔除了 那是身体的病 那就更容易了 那么这个例子啊 很多 最近我们牢上啊 常常在讲经当中 提到东北刘树云 其实它是一个 现代一个 实际上的一个例子 他得的是红斑狼藏 那个也是不好治的病 那么他到北京那个医院啊 被那个医院里面乱治一通 大概是遇到 也是遇到那个大夫 也不是很高明的 那么给他治 他说治到一个人 肿得像皮球一样 治到最后呢 医生给他讲 你随时会死啊 治到最后说 你随时都有生命的危险啊 那他听到这样 那随时会死 那还留在医院治干什么 那回家啦 早一点回家等死啦 那回去了 得不再治了 因为治的呢 已经不像一个人的样子啦 医生给他发出病危通知啦 随时会死啦 他听到这样 那就不用治了嘛 那么他真的是放下蜿蜒 他也没有求病好 那放下蜿蜒 他就是有阴连啊 听到我们牢上那个DVD啊 那个他那个时候还不是DVD 是VCD DVD那个比较好的 他是大概 这个20年前啊 牢上在新加坡讲的 那个无量寿经 那么他那个时候VCD一片是一个小时 现在DVD可以一片可以录八个小时 VCD只能一个小时 那么一部无量寿经早期讲的 不是最近讲的 早期讲的 早期讲的比较简单 那么他就放下蜿蜒 就听经啊 听无量寿经 念无量寿经 他怎么听呢 那一片一集啊 一天重复听十遍 一次一个小时 那十遍就十个小时 那么听经之外啊 念无量寿经 念佛 真的放下蜿蜒 这样念了三个月呢 那医生给他讲随时会死 他念了三个月呢 好像感觉越来越好啊 再去检查呢 那个病都好了 医生很惊讶啦 很不可思议 他说这个红斑狼仓啊 纵然好了 他还有痕迹在 你怎么连痕迹都没有 那后来呢 他自己去录一个 一个VCD 一个光碟 那么 就是把他这个 念好这个经验啊 跟大家分享 那么我们09年啊 牢上回到高雄啊 治牙齿 高雄不晓得是哪一个同修呢 哪哪一片 那牢上看到 这个 这是06年度的 听一听 看到这个人 这么严重的病啊 竟然啊 念经念佛念得好啦 他想一想 这个人不晓 他现在还不晓得在不在 就请人家去打听啊 结果找到了 打个电话给他 他很惊讶 这人家要找老儿上啊 这个去找都找不到啦 那竟然老儿上 自己打电话找他啊 老儿上就请他到香港 就是把他这个经验啊 跟大家分享 那么我们 念这个无量寿经会几本啊 这个 以前有很多同修啊 念这个经 致病很有效 但是念经啊 要自心恭敬的念 不能一面念一面倒望讲啊 要自成恭敬 就一直念 懂就懂 不懂就不懂 那么听老儿上的经啊 一天 如果你 一个小时 或者现在一集 讲一集是两个小时 讲一集 你如果听五遍就十个小时 也是可以 但是他这个就是要有一点定功啊 因为过去老儿上啊 在还没有认识刘树莹之前啊 早在大概十年前啊 老儿上就在澳洲图文巴呢 说劝同修啊 他讲一个小时的VCD点 重复一天听八个小时 听八次 那么有一个机士啊 他就去听 一天听八次 我说你八次听得下去吗 他说哎呀 我听三天就受不了了 就受不了了 我说你受不了 就不要一片听八次 你就一集一集的听 也可以 也可以 因为你一天重复听八次 他是有相当的定才行 不然你听到最后 你会听得会厌烦了 你都听不下去 所以我劝他 你改变一下方式 那么这里的重点就是放下万年 那么放下万年啊 这句话我们常常听 但是呢 似乎我们好像也很难放下 那么很难放下 那总是对这个经教道理啊 总是对这个经教道理啊 不是很透彻的明了 不透彻 听经啊不够 经教的信息啊 不够 所以还是放不下 也就是说 对这个宇宙人生啊 佛在经上给我们讲的这些道理 没有 彻底的明白 所以放下就有困难 所以我们看到一些老阿公老阿婆 他不认识字 但是他真放得下 我们没有那个功夫 你要写也写不来 那个是有深厚的善根 你去写看看 他放得下 你能不能放得下 他放得下 我们放不下呀 没办法 学不来 放不下怎么办呢 你要听经啊 要读经啊 我们不是那种根气的啊 我们是放不下的 所以现在呢 帮助我们放下 的确呢 我们老上现在呢 提倡这个 夏老基斯 这个无浪寿经 废几本 这部经真的是帮我们放下 帮不放下 他讲的详细 讲的清楚 讲的明白 那我们生活当中啊 现前住在这个世间啊 这个经啊 他讲的很具体 方方面面都给我们讲到 从做人讲到做佛 真的是大严满 所以这个经啊 帮助我们看破放下 如果你真看破放下了 那经也不要听 也不用读了 你一句佛号提起就好了 现在我们就是放不下 也不能不听啊 所以一切放下 徐徐念你去阿弥陀佛 这个什么病都能治了 生死的病都能治了 那其他的病就很简单 那么这个 刘树云基事啊 是一个实际的例子 我们看到这个例子啊 我们就有了信心 的确是这样 现在问题啊 就是他放得下 我们放不下 问题是在这个地方 下面讲 如今事共求是 不过望我有神好方 以辱口节传辱 可亦辱吉 启述菩萨无事等虚伪之法 但此时时素颜交如而已 如若信而行之 争一服上品还丹妙药也 那菩萨讲的是真话 那他说你现在呢 事共求我开示 我知道你的想法 不过呢 你希望啊 我有什么好的药方给你啊 治你的病 或者呢 有什么口节 来传授给你 可以治疗你的疾病 启述菩萨无事等虚伪之法 那菩萨呢 没有这些虚伪的方法 但此时时实实实在在的 这几句话教你而已 如若信而行之 所以你如果 真正相信了 能够去实行了 那真的是一虎上品 樊丹妙药 樊丹意思就是起死回生 樊丹妙药 一段我们看起来也是很简单 也不长几句开示 但是非常重要 关键我们要放得下 说护鲁一记 并从己坐 凡有己除 色心清净 得场安乐 坚久不变 同无量寿 那么菩萨在给这个 沈天理居士讲 说这一首记 说并从己坐 并从哪里来呢 自己造作出来的 凡有己除 那么自己造作还是要自己去排除 那么这个是真话 所谓解灵凡夕细灵的 那么自己造的还是要自己去排除 病也是自己造作的 还是要由自己去解除这个病 那么怎么解呢 色心清净 得场安乐 那么色心清净 这一句是重点 这个大四字菩萨讲 多色六根 静念相继 不假方便 自得心开 那么怎么样色心呢 就是放下万言 把心收回来 那么洗洗念一句阿弥陀佛 那心就回归到清净了 这个叫色心清净 那么这些万言 我们还放不下 那这个心就达不到清净 所以这个关键 就在色心清净 你真能够色心清净 那没有什么病治不好的 生死病都能治 那这个身体的病 哪有不能治的 所以我们现在 敬老和尚 我们看到这首句 现在我们老和尚常常 在讲经当中提到这个 美国修兰博士 这个修兰博士 他帮人家治病 那他没有用医药 那个病人也不用带到他面前 只要把病人的姓名 年龄 他的弟子 还有去医院检查的病例 你写信告诉他 那么远在几千里之外 一万里之外 他不用带去 他都能治 那么他的方法就是 他把这个病人 的病 观想是自己的病 自己就是那个病人 就得那个病 那么他怎么观想呢 他首先要把自己这个心里 好的不好的记忆 统统排除掉 那个 就是我们 佛们常讲的 放下万言 你好的不好的记忆 统统 不要放在心上 让心归零 让心归零 就是我们 佛们常讲 放下万言 让心归零 回归到清静 然后 观想 那个病人就是他自己 他自己身就是 就是那些病 根据那个病例 然后每一天 对这个病 这个细胞 这个身体 讲 这个 感谢你 我爱你 对不起你 没有好好给你照顾 那每一天 这样讲 放下万言 他讲这个话 讲半个小时 那这样 每一天 半个小时 经过一个月 他自己 这个身的病 好了 没有了 那么对方的病 也就好了 那么他治疗 这个好的案例 这个病例 有几千例 实际上 治好了 那么他这个 刚开始 听说是一个 好像夏威夷一个精神医院 一些精神病患的人 那个医院 没有办法去治疗 打针吃药都没有效 那个精神病人 一发作就是要打人 要杀人 那么去找到他 用他这个方法 把他治好了 信哥 治了几千个弟子 那么也曾经 好像去年 到香港去拜访过老上 那么他讲这个话 都能治这个 那么严重的病 那么一句 阿弥陀佛万得洪明 那比他那几句话 那不晓得 殊胜多少 他那个几句话 都能把那个 严重的病治好 那一句佛号 佛果地上的万得洪明 那有什么病不能治呢 现在问题是 我们放不下 问题是在这里 他放得下 我们放不下 增胖的下 没有病 不能治 其实讲 印光祖师讲 其实 我们真正的病根 就是贪嗔吃慢 贪嗔吃 三毒烦恼 你有贪嗔吃 如果你能够修食善烈道 不贪不嗔不吃 那个病根 没有啦 身体有 有点毛病啊 那个都 没有什么妨碍的 问题最严重 那个贪嗔吃 那个病 那是 病根 所以 所以印光祖师在文操 给我们开始 如果你没有贪嗔吃 你修食善业 不贪不嗔不吃 身体 再有什么样的病 都没有危险 因为它没有病根嘛 那么我们这个贪嗔吃 如果越严重啊 那个一点点小病 那就很麻烦 其实贪嗔吃 才是真正的病根 所以我们要修地质归 修感应 偏修食善业 就这个道理 如果这个三根能修好了 那身体上的疾病啊 有一点病也没有什么危险 那何况啊 又能够念佛 哪有不能治病的呢 所以我们这个病治不好啊 还是要反省自己 还是要检点自己 自己这个心不清静 心不清静啊 找什么医生 找什么药癌 没有用 医生啊 他能治病 不能治命 你寿命没有了 神仙来也没办法 所以医生 他只能医病 不能医命 那佛法呢 命也能医 病也能医 你看啊 得偿安乐 坚久不变 同无量寿啊 你说无量寿啦 你说不会死啦 叫无量寿啦 就是了生死啦 那么这个 我们有病的时候啊 那这一段 我们要好好的 深入 常常深入 那深入呢 这个也是相当的一个 功夫啦 如果我们还不能深入呢 我建议大家呢 我们牢上那个经要多听啊 他讲的多 讲的详细 那么这个几句话呢 你就懂啦 你就放得下啦 你根气很 很好啦 我们牢上讲那么多 我们都还听不懂 这样讲简单几句 你就懂啦 那你根气太 太好了 讲的很明白 讲的很多啦 都还听不懂 那么听不懂要多听 要多听 坐在那边打瞌睡 还是要让他打瞌睡 还要多听 我是建议这样 因为你 你放不下嘛 你放下不用听啦 你及格啦 可以去念佛啦 你放不下 哎呀我念一句佛号就好了 我知道啊 人家骂你一句 看你好不好 那马上就跳起来了 那个不是开玩笑的 那是真功无王 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 菩萨事达本约 如欲救命心地 极为有志 但你一肚脾 沙千随否 本来面目真空 真净灯化 时时晒雀 如何作得 你若要作 必须将此 一啰嗦 抛向东洋大海 使得 不然妄却用心 勿却功夫矣 不如底底确确念一句 阿弥陀佛 明心在世 生极乐在世 一举而两得 极是便宜也 那么这个是菩萨 给这个达本开示 他说你一救命心地 极为有志 那么菩萨给他讲 这个达本 他想要救命心地 救命心地 就是要救 就是参救 明心 明心 渐性 达到这个地步 那么你有这个 志愿 非常好 极为有志 你是很有这个 志向 那么这个是 给他一个赞叹 到学佛 不管修哪个法门 到最终的目标 就是救命心地 所以 一般法门 要修到圆满 我们一般讲 就毕业 就是明心 见性 见性 成佛 不管你修哪个法门 显教 密教 任何法门 修到 最终的目标 就是明心 见性 见性 成佛 那么这是一般法门 都是这样 那么我们净土 它是分两个阶段 我们第一个阶段 先求往生极乐世界 到极乐世界 再跟阿弥陀佛学明心见性 是分两个阶段 那其他法门 是一个阶段 在这个世界 你就要修到明心见性 那比较困难 那么我们分两个阶段 比较容易达到这个目标 所以净土叫义行道 那么这个菩萨给达本 开始说 你义救命心地 救了 参救 不是研救 惨才会开悟 你研救落在意识心 永远不会开悟 但你一肚皮 沙迁水佛 那么这个沙迁水佛 他们这些同修都去修 修仙了 练丹 就是练这个 这个道家就练丹 练这个仙丹 这个丹练成 那一吃下去就长生不老 是修罪等 他说你修了一肚皮 你一肚子里面都是这些东西 就是他这个心里面 这些 千砂水佛 那么去修这个 有这个习气在 这些东西没放下 这些东西没放下 本来面目真空真净等话 这个 这个 父母卫生前本来面目 这个禅宗讲的 这个真空真净这些话 你这些东西 放在心里 把这些真话 都实实塞接 都塞住了 被你这些习气塞住了 如何做得 你要明心见性 你怎么明心见性 你若要做 你真的要做这桩事情 必须将此一啰嗦 你以前修的练的那些 统统抛向东洋大海 使得 统统丢掉 要丢得干干净净的 不然往切用心 勿切功夫 不然你去参禅 你不会开悟的 不会开悟 那燕王你用那个心 也耽误你的功夫 意思就是浪费时间 你修到最后也没有结果 浪费光阴 没有意义 不如的的确切 念一句阿弥陀佛 他说 你不如 你的的确切 老老实实念这句阿弥陀佛 老实念 其他通通丢掉 那么你念这句阿弥陀佛 明心在世 生极乐在世 念阿弥陀佛 也会开悟 大四字菩萨 念佛原通章不是讲吗 多色六根 敬念相继 不讲方便 自得心开 你也不需要再用其他方法 就念这句佛号 你只要多色六根 敬念相继 你一直念下去 就会开悟 不需要用其他方法 明心见性 所以明心在世 生极乐在世 那往生极乐世界 也是在这里 这句佛号 一举而两得 又能明心见性 又能生极乐 念这句佛号 一举两得 那么你参禅 你没有开悟 没有作用 参禅 你不念佛 不发愿 求生净土 你不能往生 你又不能开悟 都没有成就 那念这句佛号 纵然没有开悟 也能往生 没有开悟 没关系 到极乐世界 见了阿弥陀佛 那一定会开悟的 古大德讲 但得见弥陀佛 何愁不开悟呢 你只要能见到阿弥陀佛 你还怕你开不了悟吗 所以这是一举而两得 极是便宜 那是最便宜的 比参禅要便宜 那么你练佛 能练到开悟 当然最好 不能开悟 还能往生 往生就必定开悟 所以一举两得 那你参禅呢 你不开悟 那是什么 也得不到 所以这个开示 也是对我们大家的开示 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 无朽问 云何养仇主父 菩萨曰 世间所谓孝者 以何为善 曰能敬仰 能为善 以无妄先得 菩萨曰 此虽孝而有限 唯能发大愿 修出世法 若道成果满 岂但伏己九主 即利解怨亲 即蒙即托 如能专修净土 视为大小 那么这一段开示呢 也非常重要啊 这个无朽啊 请问菩萨 云何养仇主父 养是对善 对我们祖宗仇啊 是 这个仇报 报答祖宗 这个恩德 那么人能够想到 祖父 自己的祖先 那这个人啊 就有善心了 那儒家讲啊 这个祭世祖先啊 这个 圣宗追眼 明德归后 人心啊 归于后道 如果自己的祖宗 他都忘记了 你说这个人 他怎么会做好人呢 他说心多好 都是骗人的 自己的祖宗都不要了 都忘记了 他还会对谁好呢 他大概只有对自己好 实在讲啊 对自己也不好 所以菩萨约呢 世间所谓孝者 以何为善 那么菩萨就问 无朽啦 世间人啊 所谓孝 世间人所讲的孝 孝养 孤母 孝敬祖先 以什么 为最上的 最上就 最能表达孝道的 也能敬仰 那么这个回答呢 就是能够恭敬 供养 孝母 那么 这个敬 养 这个敬非常重要 如果能够供养 父母 祖父母 我们他没有吃的 给他吃 没有钱用 给他用 但是没有恭敬心 这个也不能算是笑 所以儒家呢 孔老夫子讲 说你家里养一条狗 养一些动物 你也供养他 对他没有恭敬心 如果你供养父母 也没有恭敬心 那你跟养那些动物 不是差不多吗 所以关键在敬 这一个字 有没有恭敬心 所以是敬仰 能为善 能够恭敬 供养 又能够做善事 以无望先得 就是没有忘记 祖先的 这个德行 祖宗有德 对祖宗没有忘记 那个就是世间 孝最上的 最上等的孝 孝道 所以这个月 我们敬老和尚 非常重视祭祖 我们这几天 我们一些同修 在这边排演祭祖 祭祀祖先 那么这个也是 做给世间人看的 现在人都忘记祖宗 忘记祖宗 所以我那天在高雄 我们钢山 敬宗 念头会 那边高雄 地区 同修 办一个系念法会 那么 我也跟大家讲 那个是 祭祖 系念法会 我们现在提倡 这个是非常需要 因为现在人 特别年轻人 他没有祖宗的观念 比较年纪大的 还有一些观念 现在年轻人没有 所以我到高雄看 看那个学校 贴个横布条 说这个 圣诞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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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办什么活动 那我去看 大学生 高中生 中学生 小学生 连幼稚园 圣诞老公公 圣诞节来 然后就戴个 圣诞老公公 那帽子 大家都知道 耶稣 圣诞节 是纪念 耶稣 他 知道耶稣 每一年都要知道 过圣诞节 要纪念 耶稣 他家的 祖宗都 忘记了 那么 那个 纪念 耶稣 是不是真的 也假的 但祖宗都 都忘记了 还会纪念 耶稣 今天耶稣 是什么呢 借这个机会 吃喝玩乐 圣诞烈 干什么 狂欢 是借这个机会 所以 那个就没有意义 所以前面菩萨讲 绝无意之事 那个就没有意义的事情 没有利益的事情 所以我们敬老和尚 重视记住 这是世间孝 以无望先得 那么菩萨耶 这无朽回答的是 世间的孝道 能够这样做是最好的 说此虽孝 菩萨说 这个虽然是孝 世间的孝道 而有限 说实在话 我们现在这个有限的孝 我们都做不到 这个有限的孝 还是要从这个有限的孝 先做起 才能达到无限的 唯能发大愿 修初事法 唯有能够发大愿 修初事法 若道成果满 岂但伏己 与九主 即立节 怨亲 祭蒙解脱 不但自己的祖先 所谓 一直成道 九族 九族 升天 不但 你这个福报 批印自己的祖宗 就是立节的 怨亲 在主 都能得到解脱 跟你有怨 他也得利益 他也得解脱 他也张光 他说 如能专修净土 视为大孝 你能够专修净土 往生极乐世界 就成佛了 他就进了大孝 这初世间的孝 那么初世间的孝 世间的孝也不能没有 所以我们敬老和尚 亲人念佛求真净土 那么一方面 做这个世间的祭祖 也是给一些学佛 没有学佛的 这些社会大众 提醒他们 不能忘记 祖宗 要尽孝道 好 今天时间到了 那么我们就先写到这一段 这个西方切子这个书 的确对我们念佛人 很具体 很贴切的一些开示 对我们念佛人的开示 非常 切重我们 的问题 我们的问题 大部分你都在这个地方 那么这些开示都很简短 很惊要 我们要细心去体会 不能 这个初心大意看过 初心大意看过 你就体会不深 体会不深 那么对我们修行 这个帮助 就起不了作用 因此我们一般人 还是敬老和尚讲的大经纪 这个讲的详细 你这个听了 再来看这个 你的感觉就不一样 就像我们读了 《无量寿经》 《会几本》 再来读《弥陀经》 你感觉就不一样 我们读《弥陀经》 《弥陀经》讲的简单 我们读了 体会不到 感受不到 那大经读下去 再看 才知道了 《弥陀经》讲的五着二次 什么叫五着二次 你才明白 不能我们念一念 我们明白什么叫五着二次吗 不知道 除非我们看偶遇大师 临时大师的注解 不然我们初心大意 体会不到 好 我们今天就讲到此地 ciao 谢谢大家